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5日 在以前的节目里头,我谈到了为什么中国人会比较容易得肝癌 其实还有一种癌症,也是中国人比较容易得的 那就是胃癌 每年得胃癌的中国人的人数,甚至比得肝癌的人数还要多 当然如果我们只考虑得病的人数 还有别的癌症,在中国的发病率要比肝癌和胃癌还要高的 像肺癌,像阶长直肠癌 但是这些癌症在其他的国家也都是有很高的发病率的 并不具有中国的特色 那么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癌症 那就是胃癌和肝癌 肝癌我谈过了,我们现在再来说胃癌 全世界的每年发现的胃癌的病例有大概40%是在中国的 中国的胃癌的发病率是美国的4到5倍 所以在中国这是很常见的一种癌症 在美国就比较少见 那么为什么胃癌在中国这么普遍呢 胃癌的最主要的风险因素是被幽门罗杆菌感染 胃癌的患者大部分,60%到80%都是长期被幽门罗杆菌感染 幽门罗杆菌呢,它是一种生活在胃里头的细菌 那被幽门罗杆菌感染的人 它最主要的一个风险呢 就是容易得胃溃疡 大概10%到20%被幽门罗杆菌感染的人会得胃溃疡 但是呢,还有1%到2%的人会被幽门罗杆菌感染以后呢 会得胃癌 中国人被幽门罗杆菌感染的人数是非常的多的 那事实上大部分的中国人都被幽门罗杆菌感染了 有的研究发现了,中国人被幽门罗杆菌感染的比例高达80% 但是你在发达的国家,比如说在美国 只有少部分人是被幽门罗杆菌感染的 有的研究发现了,只有20%到30%的美国人是被幽门罗杆菌感染的 而且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那就是,中国人被幽门罗杆菌感染的 很多呢,都是从小就被感染了 那美国人呢,被幽门罗杆菌感染的 一般呢,是年纪比较大后再被感染的 美国的小孩被幽门罗杆菌感染的人数就很少 那这个区别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研究认为呢 你如果说是从小被幽门罗杆菌感染的 那么,这得胃癌的风险呢 就要比年老了以后再被幽门罗杆菌感染呢 就要高得多 那为什么中国人有这么高的比例 从小就被幽门罗杆菌感染呢 这个跟卫生条件 跟居住条件比较差 是有关系的 那实际上,在那些卫生条件和居住条件都比较差的 其他的发展中的国家 不发达的国家 他们被幽门罗杆菌感染的人的比例呢 也是相当高的 但是呢,中国呢 还有自己的特殊的原因 那就跟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中国的老人在给自己的孙子孙女喂饭的时候呢 这习惯呢 先把这个饭在自己的嘴里嚼一嚼 然后再喂着小孩 那这个呢 就是传播油门罗杆菌的一个渠道 还有 中国人聚餐的时候 是不习惯分餐的 也还不习惯使用公筷 大家呢都是拿自己的筷子 在同一盘 去夹同一盘菜 那你这去夹菜的时候呢 筷子上是沾了你的唾液的 这个唾液呢就跑到菜上面去了 这个菜再被别人吃下去呢 就相当于把你的唾液也给吃下去了 那这个呢也是传播油门罗杆菌的一个渠道 虽然这个渠道的传播的效率是比较低的 但是你经常这么干 天天都这么干 那么呢 被幼门罗杆菌感染的风险 当然呢也就高了 胃癌的另外一个风险 主要的风险 那是就是吃腌制的食品 像火腿 香肠 咸肉 咸鱼 咸菜 这些呢都是中国人喜欢吃的食品 都认为呢是美味 但是胭制的食品 它是含有很多致癌物的 其中最主要的一种致癌物 就是亚硝案 胭制食品还含有很多亚硝酸盐 虽然亚硝酸盐本身它不致癌 但是呢 如果是一个被幼门罗杆菌感染的人 他吃下了亚硝酸盐以后呢 是会被幼门罗杆菌呢 给转化成致癌物的 那所以呢 喜欢吃腌制食品 也是导致胃癌的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 那有些人可能会问了 那韩国呢 韩国人都很喜欢吃泡菜 泡菜也是腌制的 是不是韩国人胃癌的风险率比较高 是的 韩国的胃癌的发病率呢 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 那他们 韩国的研究人员就认为说 这个喜欢吃泡菜 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胃癌还有一个风险因素 那就是喝酒 喝大量的酒精 长期喝酒过量 那这个呢 当然 中国人当然也很喜欢喝酒 特别是喜欢喝白酒 当然 其他的国家人也都喜欢喝酒 对不对 那为什么在中国 在东亚就会跟胃癌关系比较大呢 那这个呢 是跟东亚人的特殊的一个情况 是有关系的 那这东亚人跟其他国家人比起来 就喝酒的时候容易脸红 那为什么容易脸红呢 那大家就知道酒精呢 是血饼 叫乙醇 那酒精喝下去到人体以后呢 我们人体有一种酶 叫乙醇脱青酶 就是把酒精变成了乙泉 那乙泉呢 是一种很有毒的物质 那我们人体呢 还有一种酶 叫乙泉脱青酶 能够把乙泉变成乙酸 乙酸呢 也就是醋了 那就无毒了 所以你如果说体内这两种酶 都存在的话 那么呢 喝酒对你的危害呢 就不大 但是呢 相当一部分的东亚人 包括中国人呢 他们体内呢 这个乙醇 乙醇脱青酶 它的活性是比较低的 就是它的这个基因是有切线的 这样的话就导致了你酒精 酒喝下去以后变成乙泉 但是呢乙泉变不成乙酸 而乙泉呢 是比较毒的一种东西 而且呢 是一个致癌物 所以呢 日本研究人员呢 最近发了一篇论文 就在讲这个关系 他们研究的结果呢 认为喝酒再加上 你这个乙醇脱青酶基因 在有缺陷 在东亚人当中比较普遍 是东亚人容易患胃癌的 一个重要的因素 还有一个因素呢 也跟隐私习惯有关系 那就是中国人喜欢吃中药 还喜欢吃野菜 中药野菜里头呢 也是含有各种各样的致癌物的 其中跟胃癌关系最大的 是一种野菜 绝菜 这个问题我好几年前 就已经提出来了 就告诉大家说 不要去吃绝菜 因为绝菜呢 会导致胃癌 那那个时候呢 有一些网红 那些号称 经常在网上 做医学科普 做营养科普的人 就不服 认为我是在污蔑中国的 饮食文化 因为绝菜 被很多中国人认为 是一种美味 说这个绝菜 跟胃癌的 关系呢 是没有啥证据的 实际上的证据 是非常的多的 那现在已经知道了 绝菜里头含有一种 特殊的致癌物 是只有绝菜才有的 那叫做欧绝肝 这实验已经证明了 这个欧绝肝呢 是会导致基因突变 然后呢 让细胞发生癌变的 动物的实验呢 也证明了 让动物吃绝菜 或者呢 让他们摄入这个欧绝肝 都会让他们的消化道 或者让他们的膀胱 长出肿瘤 发生癌变 这个实验呢 是非常多的 那流行病血的调查 也证明了 吃绝菜跟胃癌 是密切相关的 除了中国的一些地方 其他的国家也有的地方呢 是喜欢吃绝菜的 也是把绝菜当成一种美味的 日本 巴西 委内瑞拉 他们都有这种 跟中国很接近的饮食的习惯 喜欢吃绝菜 那研究就表明了 这些国家喜欢吃绝菜的人 他们得胃癌的这个风险呢 就要比不吃绝菜的人要高很多 这个具体高多少呢 不同的研究得出的结果 不太一样 那大致呢 都是在两到四倍 有的研究甚至认为呢 其实比这要高得多 高到五到八倍 还有一些地方啊 他虽然没有吃绝菜的 这种饮食习惯 但是呢 那些地方 他长着很多很多的绝菜 非常的茂密 然后养牛 以牛呢 就把绝菜当成饲料吃下去了 绝菜里头的 那个致癌物 就跑到了牛奶里头了 那你在把牛奶喝下去的时候 就把这个致癌物呢 也给吃下去了 甚至呢 你这个绝菜里头的致癌物 还会跑到地下水 滴下水里头 那你喝水的时候呢 也把这个致癌物 给喝下去了 所以在那些绝菜 长得非常茂密的地方 他们即使不吃绝菜 但是呢 那里的人 得胃癌的风险呢 也比较高 大概是别的地方的两倍 那我刚才说了 由于饮食的原因 韩国 日本 他们胃癌的发病率呢 也是相当高的 但是呢 这些国家跟中国不一样的地方 那就是 你如果得了胃癌了 去治疗 那么这个存活率 是比较高的 这里癌症的治疗的效果 一般的用的一个指标 叫五年存活率 也就是说 你发现癌症 然后给你治 那过了五年 你是不是还活着 就这个比例 那么 韩国 日本胃癌的五年存活率 是相当高的 高达60%以上 但是在中国呢 这个胃癌五年存活率 就比较低了 只有30%几 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 原因就在于 韩国 日本 因为意识到 自己的国家胃癌 发病率很高 所以呢 他们就推行 胃镜筛查 这个胃镜呢 是可以看出 你有没有 胃癌的早期的 这个症状的 那发现 胃癌如果早期 发现的话 那治疗起来 是比较简单的 就做手术 把那个 癌变的部分给切掉 如果早期治疗的话 胃癌的五年存活率呢 能够高达90%以上 但是呢 在中国 这个胃镜的筛查 是推广的不好的 很不好的 胃癌的早期 是没有症状的 你不通过胃镜的筛查 你是没法发现的 那等到有症状 你自己感觉到痛苦的时候 那再去查 这时候 查出胃癌 往往呢 就是中期晚期了 那么中期晚期呢 胃癌的存活率 就很低了 这个不只是在中国 是这样 在美国也是这样 美国的胃癌 五年存活率 跟中国是差不多的 也是百分之三十几 那原因呢 也是美国 他是不做胃镜筛查的 那人家是因为胃癌 是一个很健的病 所以他没必要说来全民 做这种胃癌的筛查 但是中国就不一样了 在中国胃癌是常见病 所以呢 应该推广胃癌筛查 胃镜筛查 而且呢 最好呢 是免费来做的 所以这个找发现 找治疗 是提高胃癌的生存力的关键 当然最好呢 是预防胃癌 这是最好的 不要得胃癌 那么你要预防胃癌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变 卫生的条件 改变生活的习惯 实际上呢 早在一百年前 美国呢 也是胃癌发病率非常高的 但是呢 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呢 美国的胃癌的发病率就逐步下降 最后变成了一个罕见的病 那为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美国人的卫生习惯和生活习惯都发生了改变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冰箱普及了 所以美国人不像以前没有冰箱的时候呢 要吃大量的这种腌制的食品 没有 大家呢 就纷纷都改成了 主要是吃新鲜的蔬菜 水果 那有一些研究就发现 如果你吃新鲜的蔬菜 水果 特别是柑橘类的水果 那么呢 是可以大大的降低胃癌的发病率的 那中国当然现在冰箱也普及了 但是呢 就在新冰箱普及了以后呢 很多中国人还是喜欢吃腌制的食品 那这个习惯呢 就要改一改 要尽量的多吃新鲜的食品 特别是新鲜的水果蔬菜 少吃腌制食品 而不是说都不能吃 就是尽量的少吃 还有别的习惯 也要改 比如说 你这个老人 给小孩嚼饭的这个习惯 也要改 就你要告诉老人说 不要这么干了 那即使是你的丈母娘 你的婆婆 你也不要怕 不要怕得罪他们 要跟他们说 不要再给小孩嚼饭了 这个对小孩不好 还有你像聚餐的吃饭的这种习惯 也应该改 要养成分餐的习 或者是至少是使用公块 酒 当然你要少喝 你适量的喝点酒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这个我一直在说 说不定还有一些好处 这以后有机会我再说 但是你喝酒 经常喝酒 而且喝过量 肯定对身体是不好的 其中的一个原因 因就会导致 后果就会导致癌症 所以要控制酒量 少喝酒 最后还是要强调一下 不要吃中药 也不要吃野菜 野菜不是给人吃的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